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健身入门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健身房浪漫 爱在哑铃与汗水间 二 跑步机上的思考 健身与心灵对话 三 健美大赛幕后 肌肉与决心的较量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健身房浪漫 爱在哑铃与汗水间 哦 健身房 那个现代斯巴达的训练场所 充满了哑铃的叮当声和跑步机的轰鸣 在这个汗水与钢铁交织的殿堂里 不仅肌肉得到了锻炼 有时候 爱情的火花也在这里悄悄点燃 想象一下 两个追求健康生活的灵魂 在举重区域相遇 他们的目光在镜子中相遇 就像是古罗马角斗士在竞技场上的对峙 只不过这次的战斗 是为了更强壮的攻二投机 而不是生死存亡 他们的眼神交流 可能比他们的哑铃更重 然后是那个偶然的帮助 一个需要搭档的深蹲 一个不经意的你的姿势很好 突然间 健身房的嘈杂声 变成了情歌的旋律 他们在跑步机上并肩而跑 仿佛是在为未来的共同生活做着准备 每一次的步伐 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但是 健身房的浪漫 并不总是那么直接 有时候 它是在那些小小的互动中 慢慢酝酿的 比如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时间的瑜伽课 或者在水吧区域闲聊 分享着蛋白质奶昔的健康秘诀 他们可能会在团体课中相互竞争 却又在课后相互鼓励 这种甜蜜的竞争 往往是情感联系的开始 不过 让我们面对现实 健身房里的浪漫 也可能是一场误会的喜剧 想象一下 一个试图印象深刻的壮汉 在举起过重的哑铃后 脸色变得比他的运动衫还红 或者是一个在跑步机上尝试搭讪 结果 因为太过专注于对方而一不小心摔了个四脚朝天 这些小插曲 虽然尴尬 却也为健身房增添了一抹欢乐的色彩 最终 无论是在哑铃与汗水间诞生的爱情故事 还是那些让人忍俊不惊的小插曲 健身房都是一个关于人类互动 自我提升和偶尔的浪漫的微缩世界 在这里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 但有时候 他们找到的可能不仅仅是肌肉或者耐力 而是另一个与他们一起汗流加倍的伙伴 所以 下次当你在健身房里 挥汗如雨时 不妨多留意一下周围 也许爱情就在下一个深蹲之后等着你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跑步机上的思考 健身与心灵对话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跑步机上的哲学问题 首先 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场景 一个现代人 穿着最新款的运动鞋 戴着智能手表 步入健身房 走向那台等待已久的跑步机 他 或他 按下启动按钮 跑步机开始了他的循环往复 而我们的主角也开始了他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尽管身体在移动 但风景却始终如一 这就是跑步机的失忆悖论 你跑得越快 景色变化得越慢 这时 心灵便开始了他的对话 心灵 惊讶的 嘿 我们不是出来锻炼吗 为什么还在原地踏步 身体 汗流加倍的 别抱怨了 至少我们在动 想想那些 一动不动坐在沙发上的人吧 心灵 哲学的 但是 我们真的在前进吗 或者 我们只是在模拟前进的过程 身体 逐渐适应节奏 哦 别开始你的存在主义危机了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健康 不是为了哲学 心灵 不甘示弱 但是 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 也是心灵的 我们在这里跑步 不也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平静和清晰吗 身体 开始感到疲惫 好吧 你赢了 我们确实在寻找一种平衡 但现在 能不能让我 专注于这个痛苦的瞬间 心灵 得意的 痛苦 这不正是我们在寻找的吗 通过身体的痛苦 我们实现了心灵的超越 身体 几乎精疲力尽 超越 我现在只想超越这个跑步机的计时器 心灵 安慰的 别担心 每一次的努力 都是对自我的胜利 我们可能没有在物理上前进 但我们在精神上成长了 身体 终于停下来 成长 我只感觉到酸痛 不过 我承认 在这个过程中 我确实有所思考 心灵 满意的 那么 我们的对话并非徒劳 跑步机上的每一步 都是对自我的探索和挑战 身体 喘着气 好吧 下次我们可以探索一下瑜伽垫上的自我吗 我听说那里的对话更加深邃 心灵 兴奋的 当然 那将是另一场精彩的心灵与身体的对话 这个幽默的对话 展示了跑步机上的锻炼 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 也是一次心灵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锻炼了肌肉 也锻炼了意志 甚至可能在汗水中找到了生活的一些答案 跑步机上的每一步 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 也是对生活哲学的一次深刻反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健美大赛幕后肌肉与决心的较量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充满汗水与荷尔蒙的话题 健美大赛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健美大赛不仅仅是一场展示肌肉的盛会 它更是一场决心 毅力和自律的较量 这里面的故事比肌肉纤维的数量还要多 想象一下一个健美运动员的日常 起床时 他们的闹钟不是铃声 而是一份高蛋白饮食计划的呼唤 他们的早餐看起来像是为整个家族准备的 但实际上 那只是他们个人的第一餐 而且 别忘了 这只是他们一天六餐中的第一餐 他们的健身房时间表比 大多数人的社交日历还要满 他们在那里 举起的重量足以让普通人的关节 避避 作响 而且 他们对待每一次举重的专注程度 就像是在解决世界和平的问题一样严肃 但是 健美大赛的幕后故事 并不只是关于举重和吃鸡胸肉 这里面还有一种科学 一种精确计算每一刻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的科学 如果你以为健美运动员不懂化学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们可能比你的高中化学老师 还要了解如何通过调整宏观营养素来优化身体的反应 然后是那些日复一日的训练 每一次训练都是对他们意志力的考验 想象一下 当你的身体 每个细胞都在尖叫够了 时 你的大脑却在说 再来一组 这不仅仅是肌肉的较量 这是人类精神与肉体极限的较量 而且 别忘了那些油光增亮的舞台照片 在比赛前的几天 运动员们会开始水分管理 以确保他们的肌肉 看起来像是被细雕刻师精心雕琢过一样 他们会涂上一层又一层的特殊油漆 以便在舞台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这个过程有时候笔会画家给他的杰作上 最后一笔还要复杂 最后 当他们站在舞台上 展示他们的成果时 那不仅仅是一场肌肉的展示 那是他们无数个早晨早起 无数个午夜还在健身房 无数个拒绝了诱惑的决定的展示 每一块肌肉的切割线 都是他们决心的见证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健美大赛的选手时 记得 你看到的 不仅仅是肌肉 你看到的是一个由决心 自律和一点点疯狂构成的故事 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 而且 我敢打赌 他们的故事 比他们的肌肉 还要强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健身房中的浪漫 跑步机上的思考 以及健美大赛的幕后故事 健身房不仅是一个锻炼身体的地方 也是一个充满人类互动和偶尔浪漫的场所 而跑步机上的锻炼 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 也是一次心灵的旅程 最后 健美大赛不仅仅是一场展示肌肉的盛会 更是一场决心 毅力和自律的较量 在健身房中 我们追求自己的目标 但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与我们一起汗流加倍的伙伴 所以 下次当你在健身房里锻炼时 不妨多留意一下周围 也许爱情就在下一个生根之后等着你呢 而当你在跑步机上时 不妨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通过身体的痛苦 寻找内心的平静和清晰 最后 当你看到一个健美大赛的选手时 记住他们背后的故事 他们的决心和毅力 比他们的肌肉还要强大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健身房中的浪漫有什么看法 你在跑步机上 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思考 你对健美大赛的幕后故事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